問題以一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 莫讓單向協會成為台灣體育進步障礙 提案人委員喜智傑 連署人 曾一軍 黃國書宣讀完畢 好 我們宣讀完畢 我們現在來進行處理 我們總共有七案 那其中第四案是上一次有關這個 十二年國教課綱專案報告的 這個臨時提案的保留案 我們放到最後面好不好 我們先處理今天委員提出來的臨時提案 好 那第一案 陳必然委員提案 教育部有沒有補充說明 第一案我們遵照辦理 好 那我們照案通過 第二案 這個是本席 在這個田丘警委員在我們委員會提案 就是這個空污越來越嚴重 這個本席也覺得 我們現在是雖然這空污標準是要跟環保署 在衛福部 衛福部來這個共同訂定 不過教育部應該還是要對學校更高的標準 因為孩子的承受度還是比大人低 那另外就是說即使再達到 衛福部這個訂定的是停止上班 上課 那但是教育部應該是說在某些標準以上就要減少戶外 我覺得這應該要分級標準 應該要由教育部自己來思考 因為他們不會想這麼細 所以這個我帶他提案 這個教育部有沒有補充說明 我想那個原則我們同意 我們也在那個積極的研究 不過那個在這個提案裡面 文字上是不是可以做點那個調整 就是自105第二段好 自105年1月起全面要求學校升空品期 我們是不是可以加上或以其他方式試警 或以其他警示方式 因為不是每一個學校都升那個空品期 這可以啦就是要有個警示做法 那第二個是那個一旦 一旦達到紫色 那那個後面就 因為那個紅警 對一旦達到警示標準 對一旦達到警示標準 對 好可以 好不好 那我們照修正通過 謝謝 好第三案 第三案 我們還是想跟委員報告跟溝通 就是說本來的立法意旨是希望 我們尊重這個學校的協商 但是他不可以低於過去的這個薪水 這是大家的共識 因為私立學校有的薪水 是比那個公立學校來的高的 所以過去都是 大家都是用這個原則在處理 就是他要調整 一定不可以低於過去 而且要每一個老師都同意 才能夠調整 這是我們現在的處理的原則啦 所以在文字上是不是可以 這個部長 這個在當時我們法的協商 當時要討論要準用 或得準用的時候已經談過了 你們當時也是用這樣子 來跟我們解釋說 所以得準用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朝野協商結論 大家就是希望準用 因為我們不想開這個漏洞 跟這個門啊 所以法律非常清楚 我們現在已經來不及去 討論這個法律的內容啦 法律非常清楚 十七條就是 植物加給學術加給 地域加給準用 前三條規定 前三條 這三項加給都講得很清楚 植物加給之給予條件 及知己數額 學術研究加給之給予條件 及知己數額 地域加給之給予條件 及知己數額 這個法律非常清楚了 暴行政人核定就是要把這些都暴 你不能漏掉自己數額 這個不容 這已經沒有任何的模糊空間了 這非常清楚了 那所以咧 你們的私情細則就是不可以違法 就這麼簡單一個道理 這個是任何立法委員都要遵守的啊 私情細則 執法如果違反 抵觸母法 我們就是要退回了 不會准以備查的啊 我跟委員報告 在那個王院長主持的這個協商會裡面 他是這樣寫的 就說在唯一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 與教師協議前 私立學校教師之加給之己數 不得低於本條例制定公佈前的數 那個是附帶決議嘛 我現在問你嘛 附帶決議跟母法哪一項高嘛 當然是法律啊 附帶決議的解釋 也是要在法律底下去解釋的嘛 這個身為部長 政務官怎麼連這個基本原則 主要是尊重立法院的決議啦 你再跟我 你再講 我們就再繼續講 你再跟我繼續 繼續在這邊模糊 請問法律 我剛剛念的不是法律嗎 第十七條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不是法律嗎 這個法是我個人寫的嗎 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 部長你可以不守法嗎 我們就是守法 所以才跟委員做這樣的說明 魏京哥你說過 你如果只給項目跟條件 你就是符合附帶決議 但是違法 你如果給三個 項目條件跟數額 就是你符合附帶決議 也符合法 附帶決議特別講那兩個 並沒有附帶決議說 不得將知己數額列入嘛 你懂不懂這個文字的邏輯 這樣好不好 那個我可不可以跟委員報告 反正那個私刑記者 我們還在徵求各方的意見嘛 那我們會整合大家意見以後 我們訂出私刑記者 我們沒有在這個整合意見 整合意見你們有新意見 請你們提修法進來 法律已經訂了就是這樣子 你們沒有任何模糊的空間呢 還要你整合意見 你還可以訂出一個違法的嗎 就這麼簡單一個道理啊 如果這樣討論的話 我想跟委員請教 就如果有一個學校 他的那個 家級是高於公益學校 可不可以 因為事實上有私立的高中 他們的家級是高於公益學校的 他們對於那個老師擔任導師 是給予比較好的福利的 那這樣子是 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所以當然是附帶決議 就是要處理不得低於嘛 對不對 但是附帶決議不是讓你們去取巧 說把自己數額 從私刑記者裡面刪除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邏輯就是說 你的私刑記者如果包括三項 項目條件跟數額 是既符合法又符合附帶決議 你如果只有項目跟條件 就是符合附帶決議 不符合法律 所以附帶決議已經解決你那個問題了嘛 所以你現在你的私刑記者 必須要符合法律又符合附帶決議 所以你必須把知己數額放在裡面 然後你剛剛講的情況 附帶決議可以解決啊 那怎麼放在決議 附帶細則裡面 就是說如果有的學校 他有比較高 我們要怎麼去併那個數額 那你們私刑記者要去想辦法 讓他符合法 符合法律又符合附帶決議嘛 就是你就必須做到啊 照顧 你必須符合法又符合附帶決議 但是你們現在私刑記者就是違法 但是符合附帶決議 你了不了解這個邏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當時也是經過大家的討論以後 最後才用准用這兩個字嘛 他不是用試用嘛 那這個其實也代表了大家當時討論的共識 所以當時的共識就是說 他絕對不可以低於在這個法通過 所以啊 所以就不能低於 所以你不用再問我啦 不不 不能低於跟公立學校還是可能有差距啦 有的是高有的是低啦 那我們覺得 所以附帶決議才要處理不低於嘛 對不對 對 但是你的法律的項目已經訂在那裡了 項目給予條件跟知己數額 我們就是包括在那裡了 你怎麼可以再去擴大解釋這個附帶決議 他當時是為了處理低於不得低於嘛 然後你來做一個私刑記者違法 部長 我講的是中文 你講的是中文 我已經講這麼多遍了 沒有我說如果是 如果是照我們的條例規定的話 我們就是沒有低於以前嘛 就是這樣子啊 很簡單嗎 但是我不能訂成名文的數字啦 你如果要符合決議或符合法律 你的信息則就是准用不得低於嘛 就這樣子啊 准用但不得低於啊 這個文字都可以解決的啊 你們就是心態上不願意啦 才會在這邊玩文字遊戲 不然我幫你們寫 我跟委員報告好 我跟你的心情是一樣的 就是說保障那個私立學校老師的權益 這件事情我覺得教育部我們會認真 你不要抽象在這邊喊口號了部長 你已經喊了多少口號 法也都協商了 也都訂出來 今天用私刑系則來違反母法 你今天還要再跟我喊口號 我們私刑系則一定不會違反 部長不要輕低估委員的智商啦 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我們會不知道你們要幹什麼嗎 你們之前耶 要這個協商的時候還來跟我們來這個模 這個揮縮著還跟我們講說什麼準用 這個非適用 那這個適用才是全部比照 我開工聽會之後次長當時來出席的代表 才願意收回這句話 準用就是準用 那這個林佳和律這個老師啊 包括二十幾位法律學者專家都已經 闡述的非常清楚了 準用就是兩者性質或定性不同 但法律效果相同 所以才這個援引同一情形 所以這個準用就是適用 你們也不存在這個空間了 我現在請教最具體請教部長 請問你們高普考啊 你們都考過高普考啊 高普考法學序論 法學知識的題庫 什麼叫準用 你們有沒有這個法規小組 來 高普考法學序論 法學知識題庫 我念給你們聽啊 準用是什麼 就特定事項法律規定 因原用其他法律或其他條文之規定者 稱為準用 是不是這樣 你們考試是不是這樣考 考了試 然後現在開始玩文字遊戲 所以我現在是要回顧當時 如果你們準用 不是適用的話 啊準用 那你們為什麼要改成得準用 就是因為準用是適用 你們才要改成得準用嘛 但是我們反對 所以改回準用嘛 所以不要跟我們玩文字遊戲 法律已經定了非常清楚了 施行細則 你們就是要做出符合法律又符合附帶決議 實體學校就是要準用公立學校啊 但是這個是附帶決議 比亞你自己看這是法律 法律 這個是附帶決議 法律已經非常清楚了 法律我們當時就是要把這個 他們得準用啊 施力 準用前三條 前三條是什麼 公立學校職務加級 公立學校學術加級 公立學校地域加級 裡面有包括數額嘛 這邊三條有的 這邊下一個 這個就是比照前三條 前三條 你們還要再跟陳碧然委員混淆 不是 我來確認 因為那是私立對象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這樣子 你現在在學校當中嘛 那個學校 你也沒有做 你也沒有做 有說你現在都是 其實今天要把那個 對啊 那就 像我們上次 通過這幾月 六月 六月 所以我們最後等待在幾月 我們就 我們就 你們的電腦 就是 今年的十二月 二十四月 對 那我們現在要在這邊 這邊 因為它這個法 如果要照相 的話 就是 在過去 就是比較 對啊 其實 對 你說上次 這個 就是 我們過去的說法 他說 他過去的說法 對 對 這個 這個是不是尊重委員會 現在正在進行提案的討論 陳委員 好 不然你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用麥克風 好 不然我們一直等下去 也不是辦法 對 那你是不是你可以直接 公開問這個 教育部 這個如果部長擔心說 私校現在已經有數額高於公校 我的臨時提案 可以再倒數第三行 這個項目條件與自己數額 應依公立學校教師之規定辦理 我們可以把它改善 因準用第十四條之第十六條之規定 不得低於公立學校教師規定 我們把它加進去就解決了 就是準用 準用第十四條之第十六條之規定 因為這就是法律的文字 原來的法律的精神就是這樣 那 逗號 不得低於公立學校教師規定 就想加進出 剩下某之道 等兩個能力 不得低於公立 induction 在叫北山搶 主席 是这样啦 因为刚刚我这样去了解了 那事实上呢 现在是实行细则 是必须要在 把它订定的期间 可是因为现实状况之下 目前我们 有些学校里面我们是 需要有一个 比较进一步的能够确认 这样的一个理想 要给他达成嘛 我们是要朝这个立法的精神 去达成他 但是教育部还是需要有 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研议 我们是不是这件事情 陈委员这个为什么我一定要 今天要注意这个没有时间了 因为很简单当时要修这个法 是因为释宪案到什么时候到期 12月26 教师待遇必须于法治保障 释宪案的精神 所以我们必须要 我们当时才会急着去协商 这个教师待遇条例嘛 好不容易有结论达成啦 所以教育部就是要赶快 在这之前做好嘛 因为这里面涉及很多教师的权益 包括导师费等等的 所以这个也不容再拖啦 所以当时这个法上面定的行政院 公布这个十四日期行政院定制 也是为了让你们事情细节赶快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赶快有一个结论啦 你们就赶快去做啊 这个没有 理想上 理想上是这样 这个已经不是理想的问题了 这个要把它定下来 各位这个是法律啊 我请那个同仁把那个法律 第十四条第十七条印给委员啊 这样子在执行的话 这个法律已经非常清楚 你们不可能去定一个 施行系者违反法律 我现在就是告诉部长 你现在即使你们就强硬要去定 你到立法院 我们没办法给你备查 因为你违法 你抵触母法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后果是一样的 你们在四线案的这个dayline到之前 你们要去执行 你勉强定出一个施行系者 如果照你们这样 你们送到立法院是不会过的 因为你就是抵触母法 立法院一 执行系法必须把你们退回去的 教育部必须要承诺 要去修改他们的 施行系的草案啊 好你如果真的 你不修改 你们到时候就是退回去啊 但是我现在非常严重的谴责教育部 正在定一个违法的施行系者 然后大玩文字游戏 不是我建议主席 我们教育部是应该要朝着法 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做啦 但是现在在定定的过程之中 的确现实状况是有他的困难度 必须要去克服嘛 那是不是说 我们这个案子 我们现在就是了解到委员 是要求要这样 那你们尽量去努力好不好 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 到时候送过来 我们立法院也不会接受被查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中间今天 我想部长不敢轻易 轻易说马上说照办 遵照办理应该是他真的有他的 高度的困难 那我们是不是部长在这边 是给我们委员一个口头上的 那个回应就是说 你们朝着这样的一个理想 去尽力去达成他可以吗 我相信这是 能做到的话 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是希望 让老师们的福利跟 受到法律保障嘛 但是你现实面你去沟通协调的时候 那个困难是存在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实际的 也不需要隐瞒嘛 只是说委员今天提的这个是真的 这是法的精神 这个也是应该我们是最高的原则啦 我必须再补充这个历史脉络 过去以行政命令行之的时候 就是准用 这个陈碧安委员 然后因为事件案 我们必须以法律保障教师待遇 结果因此立法却来伤害 过去已经给予的保障 这绝对不是立法院该做的事 也绝对不是行政机关该做的事 如果说过去所用行政命令 准用所该保障的 社会有共识要取消 那我们就不会今天去协商出一个准用的法律 所以今天既然朝野协商出一个准用的法律 就是希望继续把过去的制度做下去嘛 所以不能因为你要立法来保障 结果来倒退啊 除非这个倒退是社会有共识 立法院有共识 那可以做 但今天不是这样部长 所以不要利用这个过程 你们如果真的认为不应该 你们自己就去提修法 你不可以这样子玩文字游戏 然后用试行细则便宜行事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就是刚才委员说的嘛 过去是用准用嘛 准用所以公私立学校 确实就有它有一点点不同的差距 有的低有的高 这是过去 那我们现在是承认那个事实 我们就你过去不管怎么样 你定了以后 你以后绝对不能够再往下调 如果你再往下调 部长过去准用的时候 第一高那是属于你们行政执行 我们立法不能够因个案去立嘛 所以我们还是准用啊 我们对所以我们还是准用 所以你们施行细则就是要准用嘛 然后施行细则准用就是要依据 14条到16条嘛 14条16条写得很清楚 职务加几支给予条件 及知己数额嘛 你不能够依现在有些学校的个案 要求立法院去接受你们 违法的施行细则嘛 难道我们法律定了 现在所有人民都没有违法吗 当然有的在违法啊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人民有违法 我们就来扩大 胡乱解释那个法律啊 我们就来定一个违反法律的 然后来适用目前没有符合法律的个案啊 你不能在这边跟我们反应 有些学校没有按照这个准用 我们今天就要接受说 不按照法律解释文字来定施行细则 你这个录音在这里面完全讲不过去 我们的委员会是对社会公开的 除非你今天吴思华敢大胆的说 你反对准用 你制度上你反对 来辩论 你讲的这些完全都不构成 这个层次都不到这个国会殿堂的层次 我们这边是政策辩论跟立法的机关 不是英雄苟且的一个机关啊 我是完全尊重不同政策立场的辩论 我完全尊重不同观点的辩论 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敷衍 然后玩弄文字游戏 英雄苟且 大砖漏洞 我就是最讨厌这样的事情 委员这样好不好 就是我们会承诺我们的所有的细则 一定会会按照母法来订定啦 就这样子嘛 对 如果母法是怎么样 那你请问你现在的事情细则 有没有依照母法 请你补充说明 因为那是草案嘛 我们还在征询 对那你现在的草案 有没有依照母法 你承不承认没有依照母法 如果你不承认 你到时候还是跟我说你依法 我想委员关心的问题 要不然我们就这样子嘛 因为这个条文在母法已经定得非常清楚了 也许我们细则根本就不需要定这件事情 对 就由母法来处理 对啊 就依法律解释啊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个提案没有问题嘛 文字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下修正 我的提案修改 这个把刚部长讲那个情况 不让有任何模糊空间 我们倒数第三行 这项目条件 与自己数额 应准用第14条到第16条之规定 逗号不得低于公立学校教师规定 好 我自己做这样的修改 你们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但是部长你的一句话承诺 就是依现在母法来处理 是 我在跟你确认 我刚才成功过了 对 好 不过我们对委员人数不够 我不能决议 我现在在问你的承诺 是我的承诺 是 你的承诺 因为这都有列印录音的 我们以母法处理 委员不够是我没办法处理提案 但是我执询你的 跟我现在问你的还是有效 是我们以母法的意志来处理 好 以母法的意志来处理 不得违反母法 这个在场委员人数不足了 我们无法处理了 好 这个许智杰委员 那许智杰委员 你的提案我没办法处理 我们剩两位 许智杰委员的意见 我们都非常尊重了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会来 会来办理了 是 那是不是还是请部长 回应一下许智杰委员 因为他提了三个提案 虽然在场人数不足 这个我再补充宣告 刚刚部长承诺 教师待遇条例 事情系者依母法 第14条到第17条 精神来处理 意志处理 不得抵触母法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我会持续追踪 好 那请部长回应一下 好 部长你刚才讲说 事情系者也就不用再另外定了 好 那就直接用法律就好 不要再另外再去玩文字游戏写 故意写两个少写一个 讲白了就是这样了 好 没有必要了 好 当时那个附带决议 是不是你们提出来的 你们提给委员提的 对不对 就是有这种动机 好了 我这个过去不论了 未来 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 信息者也就不用再重复 再漏写了 要写就写清楚 不然就不要写 要写就写完整 不然不要写 好 请这个部长 回应一下 许志杰委员的提案 我想许志杰委员 关心就是在未来 整并的过程中间 要尊重那个 学校老师的多数意见 这个部分我们会尊重 是 好 这个许委员 刚刚部长有回应你的意见 对啊 那你可不可以请他来一下 好 我等他打电话同时 我的提案还有另外一部分 是不是在跟部长 在交换一个意见 就是这个 第十七条规定 教师加入工会者 得授权由工会代表协议 但是 你们的施行细则 要定定要依据 团体协约法 部长知道团体协约法的门槛吗 部长知不知道团体协约法的门槛 你不知道 你的同仁跟你订的事情 细则 团体协约法的门槛是 过半的受雇者要加入工会 但是部长知道 教师可以组工会是这几年的事 过半的受雇者加入工会 现在门槛对现行的情况是太高 所以你们订这个意思就是 很难 所以请你们回去再做调整可以吗 怎么订你们去订 可不可以再做调整 他现在是得吗 我们会 可以再做调整 好啦我们就再来修一下 或者你们等于就是剥夺 工会代表实质的行事 没有那个意思嘛 但是作为部长 你可能不了解那个门槛太高 因为教师组工会是这几年的事 而且台湾工会的组织 本来就是还在发展中 好多一条路好 这个徐委员 这边委员说他有约来不及回来的 那部长我的提案这几个部长原则上都OK吗 就说那个 没关系我知道 对第六个提案我们建议我们会尊重学校的那个组织规程啊还有他的民主程序啊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尊重啊 所以要要并校之前一定要通过校务会议嘛对不对 是 好这个没问题嘛 是 那三校跟两校的并不能说三校的结论视为两校的结论嘛 当然啊我们都会重新回到学校 这两校一定要再回到校务会议再重新审议一次嘛 是 OK 好那就OK 谢谢 好谢谢 好那这个我们因为委员在场人数不足无法处理继续处理临时提案 那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现在散会谢谢各位